受台风被逼加的影响,昨天海南省的三房伴将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三级。 目前,海南岛内的环岛高铁和部分县级班车停运穷州海峡继续停航。 8月15号白天,海口市区多次出现短暂性强降雨,部分道路出现积水。 海口排水部门已提前在一积水路段安排工人,通过强排车抽水。 到晚高峰的时候,市区各路段基本没有积水。 据客运部门消息,从8月15号中午开始,海南各市县开往文昌、城脉等市县的搬车停运。 文昌境内所有乡镇区间搬车停运。 同时,海南环岛高铁从15号下午3点开始逐步停运,晚上10点之前所有车体入库。 以购买停运之后车次车票的旅客可到就近车站办理改签或退票手续,不收手续费。 16号将根据天气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停运。 穷州海峡从14号凌晨开始全线停航,截至目前,在海口各港口有近千辆车等待过海。 大部分车辆停在港口带渡区,目前没有给港口周边道路交通造成影响。 海南省气象局15号17时继续发布台风三级预警。 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这个时段,北部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,局部会有250毫米以上的一个特大暴雨降水。 雨比较大的预计应该是在林高跟城脉海口的地区。 气象部门预计,从16号夜间开始,海南岛降水逐渐减弱,提醒有关部门继续做好海上船只避风、水库安全度讯, 以及城市内涝积水、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防御。